闺蜜为了抢我男朋友,把我卖点了人贩子,她想让我一辈子困在穷山沟里,做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,可我又怎会如她所愿?后来,她自食恶果,被那些村民活活折磨至死,很多人都说我是天煞孤星转世,命硬,但只有我自己知道,根本不是的。 我自小父母双王,六亲元宝,是吃百家饭长大的,因为一张乌鸦嘴,村里那些可爱的父老乡亲们,对我是又爱又恨。考上大学那年,他们集体凑够钱,含泪把我送去了城里。只是这眼泪,真真假假,我就不得而知了。 山里来的孩子难免露怯,经常被人嘲笑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,我认识了同样来自农村的许悠悠。她好像完全不在意别人的眼光,还告诉我,要自信,不用害怕。 对啊,我为什么要怕,该怕的是别人才对。许悠悠会带着我去逛奢侈品店,但她从不买,我就更没钱了。她说这叫长见识,等以后赚钱了,就可以来买。她教我化妆,还送了我一只颜色很漂亮的口红。 渐渐地,我也能把自己收拾得光鲜亮丽。之后,我跟许悠悠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闺蜜。直到另外一个人的出现,打破了这种瓶颈。 遇见江北是一次意外。她打球时不小心受伤了,是我送她去的医务室。很快,我们两人的组合就变成了三人。江北家挺有钱的,父母都是做生意的。起初我们怎么也想不通,她为什么会跟我们打成一团。在我生日那天,她突然跟我表白了。 当时我就惊呆了。母胎单身到现在,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回应她。 许悠悠也愣住了,过了好一会儿,才煞有其事地说,想要追赶您可以,得先过我这一关,通过考验我才答应。 最开始我也没听出问题,直到后来我才知道,她早就心怀鬼胎。江北开始对我展开猛烈的追求。 每次她想约我,许悠悠总会以考验她为借口,让她吃闭门羹。男人都一个德行,你没谈过恋爱,很容易被人骗了。如果她真的喜欢你,就不会怕这点考验。这样的吗?我半信半疑,从小到大,没有人叫过我男女感情上的事。我算是个恋爱白痴。我比你有经验,还能骗你不成。以后都有我来帮你把关,准不会错的。 到最后,江北妥协了,干脆直接约上我们俩。看电影时,许悠悠会选择坐在江北的另外一边。江北想悄悄拉拉我的手,许悠悠会突然跳到中间挡住她。我看她好几次都想发脾气,最后看我一眼,又生生压了下去。哪怕我再迟钝,也感觉到不对劲。闺蜜真的应该是这样,连自己的空间都没有吗?直到那天,许悠悠神神秘秘的,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。路上,还递给我一瓶她买的饮料。 我没有怀疑,打开就喝了。后来的事,我就不知道了。等我醒来的时候,就在一辆面包车上了。我双手双脚都被人捆住了,被丢在汽车最后一排,可能是怕被发现,还在我身上盖了一层厚厚的棉布。车子颠簸得十分厉害,我猜测,走得不是公路。前面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。 老大,这妞可比前两次好看太多了,得加价。那个被叫老大的催了他一口。你懂个屁,这次人家特意交代了,是给自家哥哥的。你随意抬价,下次还怎么合作? 是是是,我这不是才干这一行,不懂吗?多学着点。所以我这是,遇着人贩子了。 不对,那谁有问题,是许悠悠把我卖了。我真,想我在村里横行了多年,刚跑到城里,就被人坑了。看来真的是我太善良了。车子,大概又行驶了好几个小时,终于停了下来。很快后备箱就被打开了,其中一人扛起我就走。我嘴上被黏着胶带,只能任人摆布。这破村子,连马路都还没修。他们一共有三人,看面相就知道,都是亡命之徒。 大概是我太老实,不反抗也不挣扎。期间一人好几次用手探我的鼻息。我白了那人一眼。他愣了一下。还以为你挂了,知道我们,要干嘛吗?他反应过来,我嘴巴堵着也不能回话,又奸笑着说。你们女人天生,就是用来伺候男人的,上什么大学,回村里去传宗接代吧。这才是,你该做的事。如果眼神可以杀人,他此刻已经碎尸万段了。我发誓,等我得了空,一定阻止他们几个。 我被他们送到一户人家里时,天已经黑透了。最肮脏的交易,往往是在黑夜中进行。他们把我丢进房间里,在门外嘀嘀咕咕说了好半天。我竖着耳朵听到他们,好像在说焰火之类的。 紧接着,就进来好几个人。其中一个面容躯黑,大约三十多岁的男人,目光贪婪地看着我的脸。随后满意地点了点头。他们出去后,我听到点钞的声音。也不知道,我能卖多少钱。或者说,到时候,他们会不会后悔,把我这个天煞孤星绑来。 因为只要我想,所有人都得倒霉。随着几个人贩子走了,屋子里也安静了下来。这时,我才打量起四周的环境。 我所处的地方,还是很早以前的泥土房子。房顶上盖的是瓦片,风一吹,树枝刮的沙沙作响。房间里灯光昏暗,陈设很简单。床铺最底下,甚至还铺着一层稻草。这在我之前的村子里,都是淘汰了的。因为我的缘故,他们可都住上了红砖房。门外传来一个妇人的声音,隐隐夹杂着些许激动。 帖子,快让娘看看,你妹给你找的媳妇俊不俊。接着,一个微胖的农村妇人,就出现在房间。之前那个屈黑的男人跟在妇人身后。她叫帖子,也就是买我的人。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光棍。那妇人把我嘴上的胶带扯了下来,说道,闺女,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,我们把你买来了,你就要好好听话。只要你不跑,我们会对你好的。呸,我直接朝她脸吐了一口。她仰起手就想打我,被帖子拦住了。 娘,先给她点时间适应,我大声地喊道。你们知道,这是拐卖人口,是犯法,要坐牢的。帖子她娘不懈地笑了笑,犯法。知道啊,但你能逃得出去吗?逃不出去,哪个知道你在这里。我不是没听说过被拐卖的大学生。七下场没一个好的,就算逃出去了,最后非死即惨。行吧,那我就留下来,陪你们玩玩。帖子在我旁边坐下,以后就给俺当媳妇,俺不会亏待你的。但俺可告诉你, 前两天李二牛她媳妇想跑,最后被打断了一条腿,现在还在牛棚里躺着。但你不一样,你比她漂亮,俺妹妹还亲自交代俺,要带你好一点。 你妹妹是谁?有什么东西?呼之欲出?帖子一拍脑袋,忘了给你说了,俺妹妹可出息了,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。她跟你们同一个学校,俺们村里的光棍能娶上媳妇,都是她的功劳,她叫许悠悠。果然,他们认定我跑不了,直接给全盘拖出了。 这样说,村里不止我一个人被拐来了。好一个许悠悠,真是黑心肠,坏透了。谁跟她做同学,真是倒了八辈子没。 我收敛起情绪,对着许铁说道,我不跑,你们把我松开吧,手脚都骂了。他们二人对视一眼,仿佛在验证我说的话,是真是假。 刚说会好好待我,感情你们都是在宽我。徐铁一听,连忙把我手上脚上的绳子解了。我饿了,娘,你去给他拿点吃的。徐铁转头跟他娘说道,房间里只剩下我跟徐铁。他眼里的意图太明显,让我一阵反感。但目前跑,肯定是跑不了。 铁子哥,那三个人贩子走了吗?你打听着干啥呢?我就是觉得他们作恶多端,肯定会不得好死。开车掉河里,泡上三天三夜,直到发烂发臭。 你这小姑娘,骂人还挺狠的。他们敢做,我还不敢骂吗?他似乎是想到了什么。你不服也没用,等明年你给俺生的大胖小子,你就会乖乖认命了。认命?人家姑娘生下来,父母捧在手心里,长大后却要被拐到这种鸟不拉屎的穷山沟里,一辈子当生育公主。 没有自由,没有尊严。你告诉我这,就是他的命。笑死,这些愚蠢的村民都该不得好死。徐铁的娘叫王贵芬。她给我端来一碗面条,上面冒着腾腾的热气。快吃吧。说完,她转身出去的时候,我听到了门落索的声音。徐铁脸上是难掩的兴奋。我头皮发麻,心里暗暗思索对策。刚吃了几口,实在觉得难以下咽。不但面坨了,还酷咸酷咸的。 吃不下了,我把碗一退。你们小姑娘胃口真是小,她拿起我吃过的筷子,嗖嗖几声,就大口吃了起来。我一脸吃惊的表情,帖子哥,这是我吃过的,有口水。你吃了肯定要拉肚子的,一拉拉半个月的那种。 你别不信,上次我一个弟弟就是,偷吃我吃过的零食,后来,拉的人都虚脱了。这可是真是,村长儿子小时候总欺负我,往我书包里塞石头,还总爱偷拿我东西。教训过她几次之后,特别老实了。现在见着我就喊老大。 徐铁不慎在意地说,俺没那么娇气,肠胃好着呢,我只是笑笑不说话。她吃完,丢下碗筷,搓着手,想着过来拉我。 突然,她一击灵,我就知道来了。故作关心地问,帖子哥,你怎么了?你等我一会,徐铁着急去开门,但门被王贵分锁了。他只能大声喊。我捂好鼻子,躲在角落里。还好最后一刻,王贵分把门打开来了。于是,整晚我都没见到徐铁了。应该可以睡几天踏实地叫了。第二天一起来,就听到王贵分在骂徐铁。这么关键的时刻,你拉什么肚子,真是气死我了。 妈,要不是你妹妹啊,这辈子你都别想娶着媳妇。你啊,要是有你妹妹一半争气就好。妈,说这些干啥,人都买回来了,迟早不都是俺的人,急傻。我这不是怕夜长梦多,看见我出来,两人立刻进了盛。铁子哥,身体没事吧?我刚问出声,徐铁双腿一家,以及其怪异的姿势,跑向茅厕。你也别闲着,跟我去河里洗衣服。王贵分对着我吩咐道,我心不甘情不愿地跟在他身后。 要说,在农村,哪里八卦多,那一定是妇女聚集的地方。在那里,我看到了另外一个女大学生周静。她比我来得早,看着模样清秀,只是全身上下,到处视为愈合的伤痕。 见我过来,也只抬头看了一眼,而后匆匆低下头,卖力地搓着衣服。王贵分一坐下来,便开始炫了。不愧是我悠悠亲自选的,可听话了,昨天刚到。 今天,就开始帮着干活了,贵娟。你儿子不也快三十了,你就花点钱给他买一个,多省事,我也有此意。 等过几天给孩子他爹说说。你可得叫悠悠给我家汉中挑个省事的啊,这个你放心。啊,一声尖叫,是来自我对面的周静。 我亲眼看见他婆婆,用力扭了他一把。他婆婆恶狠狠地说道,听听,就你是多,学学人家,这样也少吃点苦头。周静红了眼,迅速起身,拿起搓衣板,就想打回去。 桂娟见状,一把抱住他的腰,王贵分也上手上了,几个妇女死死地按住了他。 附近干活的男人见状,都停了下来,准备出手。 我此刻才切身地体会到,只要能把人拐进来,他们就没再怕的,因为根本不可能有机会逃出去的。 村里的人都十分团结,所有的人都会时时刻刻盯着你,只要被拐,一辈子就只能困在这个山沟沟里。 婆婆,要不让我来劝劝他,我适当地开口。 几人这才松开周静,他婆婆点着他的太阳穴,你瞧瞧人家,都是同一个大穴出来,区别咱那么大,周静目光复杂地看着我。 我带着他,来到一处树底下,当然,没有脱离他们的视线。 你想说什么?让我一辈子留在这里。 那还不如死了。周静率先说道,自然不是,谁愿意留在这个鬼地方?我是想问你,你是怎么被许悠悠骗来的?说到这个,周静就一脸恨你。 我刚来学校没几天,他就故意接近我,跟着舔狗一样,天天跟在我身后。 那天他给了我一瓶水,喝完之后,我就不省人事了,醒来就被卖到了这里。 那天在车上听人贩子所说的话,许悠悠跟他们是合作关系。 他负责骗大学生,人贩子负责运送,即可以从中牟利,又收买了同村人的心,一举两得。 许悠悠这么多年书,也是白念了。 干什么不好,非得干这些伤天害理的事。 周静回去后,当天下午,他婆婆在山上砍柴时,从山上摔了下来,直接瘫痪了。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,正苦哈哈的再多猪草。 得亏我以前就是农村的,干起粗活来,也得心应手。 许铁拉肚子拉到村里,卫生室去了,王贵芬陪着他去了。 晚上,两人回来,许铁看着,脸色十分苍白。 王贵芬又催着我去做饭。 吃过饭,许铁进来房间看了看我,几乎咬碎了后槽牙,有心无力的感觉应该很难受吧。 最后,他还是一脸不甘心地出去了。 第二天,周静的男人突发癫痫,被紧急送往医院。 他那个瘸腿的公公跟着去照顾了,周静则被留下来照顾他婆婆。 王贵芬坐在那,直说邪门,昨天还好好的一家人,怎么一夜之间就全倒了? 我淡定接话,是不是做了坏事,报应来了,呸呸呸,做啥坏事? 那小妮子是该打,谁让他不听话? 老张家为了买他,可是花了整整六万块,那悠悠能拿多少回扣? 我试探性地问道。 这我还真不知道,那村里要姑娘时,你们是怎么联系悠悠的? 昨天,趁他们去村里卫生室,我把家里翻了的底朝天,也没找到能联系外面的通讯设备。 王贵芬警惕地看向我,你打听这个大麻,想逃跑啊。 我告诉你,来了,就别想打其他主意,我这不是好奇。 你们那么多人,我要想逃跑,不得被你们打死,划不来划不来,算你识相。 我在他看不到的地方,默默竖了个钟指,就在陪你们玩几天。 大概是昨天我劝说周静的事情被传开了。 下午,我就被请到李二牛家了。 在他家牛棚里,我见到了徐铁口中,因为逃跑,被打断腿的女孩子。 他说,他叫林若若。 我一进去,就被一股浓烈的臭味,熏得几度作呕。 林若若睡的地方旁边,就关着两头牛。 此时正逢夏季,蚊虫到处飞。 他全身上下钉满了红疹子,躺在那一动不动。 直到我开口问他。 听着我一口流利的普通话,他眼珠子转了转。 目光向下移,最后定格在他那条被打断的腿上面。 腿,他们给你接回去了吗? 林若若只是哭,不停地哭。 我手忙脚乱地给他擦眼泪。 这些女孩子,到底做错了什么? 要被这样对待? 他拉着我,语气里带着恳求。 你杀了我吧,我真的不想活了。 那些畜生,哪怕我腿断了,依旧不肯放过我。 如果怀孕,我真的会疯掉。 还不如现在死了。 一聊百聊,我竟在当场,只感觉到毛骨悚然。 这些人根本就不能称之为人。 你再坚持几天,一定要活着,等我。 我坚定地看着他,帮他把脸擦干净。 还有你爸妈,他们都在等你回去,千万不要放弃。 这次,我不能马上动作,不然肯定会引起怀疑。 到时候,连我自己也会有危险。 在这陌生的地方,没有人会把你当成人看待。 我们都是物品,可以交易的物品。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。 我千万不能暴露。 刚出来,就见村口围着一堆人。 七嘴八舌地说,什么车掉进河里。 好几天,车上的几人都被炮仗了。 我故作好奇地上去问了几句。 结果跟我预想的一样。 最后听说村长喊了些村民过去。 草草处理了几人,也没人敢声张。 王贵芬回来后,心事重重的。 徐铁打了针吃了药,依旧不见好转。 整个人瘦了一大圈,坐在门口有气无力的。 见我路过,还伸出手想趁机占点便宜。 我早就看透了他的心思。 脚下一个回旋,身子就转了个方向。 他扑了个空,还险些摔在地上。 帖子哥,你没事吧? 我洋装关心地问道。 他善善地收回手。 没事,没事,看你能逞多久。 这天,桂娟找上门来了,拉着王贵芬就去了房间。 可能怕我偷听,王贵芬还特意支开我。 我背着草搂,心里盘算着,他们会说什么。 如果记得没错的话,桂娟也是想买个儿媳妇的。 但现在问题是,人贩子已经死了,王贵芬肯定会立马联系外面的许悠悠。 果不其然,第二天,他跟桂娟两人就上镇上去了。 他们前脚刚走,我后脚就把徐铁给捆了起来。 等我都捆完了,躺在床上的他才睁开眼睛。 你干啥呢? 我微微一笑,帖子哥,要不说你老土呢? 这可是城里的新花样,徐铁死死地盯着我。 我拿了个小矮凳,坐在他旁边,开始了我的计划。 你说你娘去镇上,会不会发生意外? 你到底想干嘛? 徐铁肉眼可见的,开始慌张了起来。 对了,我听村长说,镇上最近有不少疯狗。 王贵芬跟桂娟这个时候去,准要被咬上几口,黄犬病可是没得治。 嘖嘖,惨了,他像是反应过来什么,开始挣扎起来。 是你,都是你。 你到底是人是鬼。 他面目扭曲,想挣开绳子,但以他现在的力气,是不可能做到的。 这天晚上,王贵芬跟桂娟都没有回来。 于是,我拉着徐铁说了一晚上的话,我是人是鬼。 我当然是人了,但跟别人又有点不同。 三岁那年,我跟着爸妈去山上砍柴。 小小年纪的我,脑子里会萌生很多想法。 我看着茂密的丛林,想象着,会不会有野兽出没。 于是我就真这么说了。 我妈赶紧在我嘴巴上扇了几下,力道虽不重,但我还是哭了。 小孩子,不要乱讲话。 结果没想到,还真一语成尘。 那次,爸妈为了保护我,都被野猪咬死了。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,我都不曾开口说话。 我爷爷奶奶死得早,爸爸是独子,妈妈又是孤儿,于是,全家只剩下我一个人。 村里的父老乡亲见我可怜,开始轮流抚养我。 到村长家时,他有个特别调皮的儿子,总爱欺负我。 欺负得多了,我就开始反抗,打不过就骂。 然后就发现,一骂一个准。 他不信邪,继续招惹我。 最后一次,他拉肚子拉到怀疑人生。 就再没经历欺负我了。 他开始到处说,我有一张乌鸦嘴。 我很善意地纠正他,这叫开光嘴。 他反应过来,立马喊了句大哥饶命。 至此,这事就在村子里传开了。 大家想让我试着,讲一些好的话。 但是准是不准,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,真心说的才准。 谁对我好,我心里清楚着。 但为了不被利用的彻底,大部分时间,我都不会真心去讲好话。 尽管如此,我在村里,还是成了神一般的存在。 不过难免还是会有人看不惯我。 于是,牛瘸了,猪跑了,鸡不生蛋,狗乱肺。 这些让人头疼的事,就常有了。 毕竟,我也不会莫名其妙害人。 给我穿小鞋的人,我也会念在同村人的份上,只给点小教训。 唯一的bug就是,必须要当着人的面说出,才能灵验。 而且对我自己无效。 我曾在晚上偷偷诅咒村长的儿子,让他脸肿成猪头,结果第二天发现,并没有。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拉着徐铁讲一晚上话了。 当天晚上,李二牛家着火了,除了林若若住在牛棚,其他人都烧死了。 第二天,村长一家食物中毒,全进医院了。 贵捐余下的家人,都被毒蜂折伤了,全村二十多户人家,基本上都遭殃了。 这个时候,压根也没人管我们了。 我找到周静,两人一起把林若若救了出来。 按照那天来时的记忆,村子,离马路,还有个把小时的山路。 这期间,我们必须轮流背着林若若。 我还好,周静力气实在太小,背不了几步路,脚就开始打战。 于是我主动承担了下来。 到马路上的时候,已经要虚脱了。 甘宁,谢谢你,是我拖累了你们。 林若若坐在马路上,十分抱歉地说道。 我也背了你,怎么不说谢谢我,周静插着腰,有些不满,但不多。 好好,也谢谢你,周大美女。 我笑着看他们,这才是他们本来的样子。 来个好人绍我们一程吧。 我假装感慨道。 于是,我们顺利坐上了回城里的车。 又第一时间,把林若若送去了医院。 通知完她的家人,我跟周静坐在走廊里。 这时,才真真切切地感觉到逃了出来。 至于在村子里发生的事,他们两人估计也觉得匪夷所思。 于是,我们默契地没提报警的是,因为整件事情的涉事人,除了许悠悠,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。 很快,周静的家人也来接她了。 走的时候,她欲言又止。 我伸手抱住她,在她耳边轻轻说道,去检查一下身体。 回去之后,就当做了一场梦。 把这一切都忘了吧,重新生活。 至于许悠悠,把她交给我。 她会得到她应有的惩罚,我回学校了。 因为手机弄丢了,打听了好半天,才得知许悠悠跟男朋友出去约会了。 我现在就特别想看看,许悠悠知道结果后的反应。 也不知道江北知道我失踪后。 有没有去找我? 但显然,是我想多了。 此刻,许悠悠正挽着江北,出现在校门口。 在看见我的那一刻,两人都僵住了。 江北脸上快速闪过喜悦,朝着我跑来。 甘宁,真的是你。 她眼神里依旧带着不确定。 我则是一顺不顺地盯着许悠悠。 不错过她脸上任何一个表情。 先是震惊,再到疯狂的嫉妒。 也对,江北家境好,长相好,她喜欢也很正常。 你自己选个地方,聊聊吧。 咖啡馆里,许悠悠还试图伪装。 宁宁,这段时间你去哪了? 我冷眼看她,你不是应该最清楚。 许悠悠下意识地看向江北,脸上闪过慌乱。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 是吗? 那周静灵,若若你总认识吧? 她有些不可置信地盯着我。 也对,这才几天,我就回来。 她大概做梦也想不到吧。 江北一直没说话,这时也听出不对劲,究竟是怎么回事。 你这几天到底去哪了? 许悠悠突然拉住我的手,用只有我们两人才能听到的声音说。 宁宁,你不是回来了? 没什么事就好,求求你了,不要说,不说。 搞笑,真当我是哪里来的圣母。 我就是要在她喜欢的人面前,接下她的真面目。 许悠悠,你真以为我还会被你糊弄? 我转头看向江北,没忘记刚刚两人姿势可不单纯。 你们俩,江北并没有表现出半分慌张,脸上反而一片坦诚。 宁宁,刚才确实是误会,她说她脚崴了,我不过是扶了她一下。 那你们为什么会一起出去? 我一直在找你,也联系了警方,只是迟迟没有进展。 今天许悠悠说,有你的消息,我才会跟她在一起的。 我看着许悠悠一脸受伤的表情,这点就受不了。 江北,你不是想知道,我这些天都去哪了吗? 随后指向许悠悠,我被她卖给了人贩子,经历了九死一生,才逃了出来,人贩子。 江北一听,立马拉着我检查了一番。 你有没有受伤? 许悠悠打断了我们,够了。 你一回来就加枪带棒的。 你说了这么多,有什么证据? 我笑了,她应该是得到了人贩子已经死了的消息。 确实,口说无凭,死无对证。 你是不是接到了你妈的电话? 让你再想办法,送一个大学生回去?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 非得我把周静跟林若若一起拉过来指证你,你才肯承认吗? 你们都跑出来了。 许是太过震惊,她不自觉地就问出口。 意识到暴露了,徐悠悠垂着头,忽然笑得十分甚人。 江北下一秒就握住了我的手,我给了她一个宽慰的笑。 现在,我根本没在怕的。 徐悠悠,你把这些女孩子卖给人贩子的时候,有没有想过,她们会有多惨? 多惨? 她们不就是会投胎,选了一个好爸妈,凭什么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? 她们看不起我,使唤我跟使唤狗一样。 我就是嫉妒她们,凭什么她们可以活得光鲜亮丽? 想要的东西,随便开个口,就有人送上。 我要让她们也试试,没有尊严地活着,让她们体验一下下等人的滋味,不是看不起农村人吗? 那就让她们一辈子困在那里,当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,生一堆孩子,在那里痛苦地死去。 哈哈,疯子。 江北听完,也忍不住骂她。 我不由得想起了最早认识她时,她明明也是一副自信从容的样子。 现在我才知道,只是须有七表。 她表面上不在意自己农村人的身份,其实内心介意的要死。 人啊,多矛盾。 这个世界最怕的,不是别人看不起你。 而是连你自己,都看不起自己。 既然不是一个群体,就不要硬挤。 挤进去了,也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。 可无论如何,起了害人的心思,就是不对。 那我呢? 门星自问,我从来没有对不起你。 我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。 你却把我卖给你那个猥琐的哥哥。 如果许悠悠不是个女生,估计江北的拳头已经落下了。 她看了一眼江北,突然红了眼眶。 本来,我是真心跟你交朋友的,毕竟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。 可为什么江北喜欢的是你,不是我? 为什么你们都轻而易举,就能得到我梦寐以求的东西? 我到底差在哪儿了? 就一整个大无语。 我对你还是不一样的。 那可是我亲哥,我特意交代了,让他们对你好点。 我是不是还得说句谢谢你? 许悠悠,你的如意算盘打空了。 你要有空,就回去看看你的家人吧。 什么意思? 严禁于此,我拉着江北走出了咖啡馆。 外面,江北不肯走了,咱们是不是应该报警? 先不用。 许悠悠回去之后,越想越不对劲。 在第三日,回到了那个她一直嫌弃的出生地。 只是平时四处都能见到人的村子,今日却安静地可怕。 内心莫名地开始不安起来,她加快了脚步。 到了自己家,连着喊了几声,都没有人回应她。 她推开没有上锁的门,堂屋里亦是空无一人。 一股奇怪的臭味,弥漫在空气中。 看着哥哥房间的房门虚掩着,她轻轻推开走了进去。 啊! 许悠悠看清床上的景象时,吓得尖叫出声。 整个人连连后退,脚碰到门槛,跌坐在地上。 床上,许铁睁着眼睛,面容凹陷,看样子早已死透。 哥! 许悠悠淒厉的哭声传出来。 很快,村里仅剩的几个村民听到动静,都集结起来,来到许悠悠家里。 其中就有张家瘸腿的老头子,她儿子莫名其妙地得了癫痫,现在已经跟个傻子一样,不知人事,还天天抽风。 她老婆子瘫痪在床,除了眼睛睁着,跟个死人一样。 花光积蓄买的媳妇也跑了,留下她一个孤寡老人,天天还要照顾两个病人。 这一切都怪许悠悠,就是她,村多村民,买来那几个邪门的大学生。 自从他们来了之后,村子里接二连三地发生怪事,把大家害死的害死,残废的残废,现在村子里已经没一个完好的人了。 你这个臭娘们,还敢回来? 许悠悠健壮。 好半天才从悲伤的情绪中惊醒过来。 什么意思? 张家老头是买了大学生的家庭中,唯一一个还能蹦搭的。 什么意思? 你到底是想帮村民? 还是想图了这个村子? 自从你送来那几个大学生,村子里的人都快死绝了。 对了,你还不知道吧? 除了你哥,你娘也得狂犬病死了。 尸体到现在还在村头山上,估计也被野狗吃了。 许悠悠疯了一般冲上去,扯住张家老头。 你说什么? 怎么可能? 他们三个女生,怎么可能逃得出去? 是不是你们没看住他们,让他们害死了我娘? 哎呀,你这个疯女人,我们还没向你讨罪。 你倒怪气我们来了,老子没买大学生,就跟着逮了几次李二牛家逃跑的媳妇,也跟着遭殃了,真天晦气。 张家老头气得胡子都直了,一把推开许悠悠。 今天我们是来找你算账的,人跑了,你得把钱还给我们。 还有家里发生的这些事情,你敢说你没责任? 关我什么事? 买大学生,我也没逼着谁。 你们不都是自愿的? 许悠悠歇斯底里的吼道。 她现在只知道,娘跟哥哥都死了,为什么会变成这样? 你是不想承担责任了,所有人都虎视眈眈的看着她。 许悠悠心里大惊,你们想干嘛? 你不也是大学生,疯子,畜生,凄厉的惨叫声,一声又一声,响彻整个村庄? 那些怒火,怨恨,都被发泄到她身上了。 十日不到,许悠悠就被自己村子里的人折磨死了。 一个月后,是林若若出院的日子。 我跟周静去了医院接她,三人找了个安静的地方,坐下来打算好好聚聚。 大概是同患过难,我们的关系自然而然地清静许多。 许悠悠死后,她家的那个村子就被爆了出来,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警方了。 周静跟林若若听到这事的时候,并没有我想象中的幸灾乐祸,而是长久的沉默。 这段经历,也让大家明白,福西或所依,或西福所以。 过去的事就让她翻篇吧,以后每天都是新生,林若若突然想到什么? 只是天底下还有很多跟我们一样,被拐卖的人,人贩子难以铲除,谁又能去救他们? 周静突然双手核实,我希望天底下的人贩子都死绝,我赶紧附和,会的,天底下所有的人贩子, 在这一刻,都会得到应有的报应,不得好死。 我跟江北分开了。 她不理解,但只有我自己知道。 我们不适合,至少现在是。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 这次拐卖的事,也让我迅速成长了起来。 肩负重任,砥砺前行,不负此生。 肩负重任,砥砺前行,不负重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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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